好啦 鄉親啊 隨著這個邊境來開封 營情的政策慢慢來討伐 六議會今天選佈 為二月二十再起高點開始 開封香港二問的民眾來臺灣主遊行 我們國來的民眾要出國 要辦你負責的人 也是有夠多多 政府一天最多可以辦六千家 但是今年以來 每天要申辦的負責 台獄是九千家 所以民眾都要等很久 像今天一度民眾 先在網路上 意欲主門 而且管理的財企 八點 林書審武教開門進場就夠位 但是所提到的給馬牌 也就是牌到一百多好 你們武教說 後果月會來改進 會來擴大 網路意欲的櫃台 也會把意欲辦理的日期跟牛途等 盡量不要讓民眾等太久 來 麻煩一下 把手機跟生分證拿在手裡面 把手機操開 九州人館 鐵鐵白鐵的人 真怕穿路好 都是因為現場白鐵的人 真的有夠多 早上 留守審武教就有幾百人來 我原本以為八點半 我應該是會滿前面的 結果就失散了 就是我應該再早一點來的 八點 八點嗎 二二八四 當時還要等幾個 一百五十幾個 去年十幾個月中 國警已經開放 嚴國辦 貨照的人是有夠 只有一天 審判量只有六千本而已 今年開始每天最不九千本 價值三千本出來 牽手真的不夠 我推估啦 大概二月 雖然只有二十個工作天 我們整個護照的申辦量 可能會超過三十萬件 三十萬本的意思 任務教堅議說 如果要申犯 課照 可以在網路住文稍後 再去審判 人家照 到現場後 直接到南洞去天住了 留給媽媽 去北洞送走 這樣可以省一段時間 減少民眾在排隊的這個過程 遭遇到一些不便 所以我們可能以後的申辦的流程 會做相關的一個調整 未來的各位 網路住民的幾台 從五個 變成十個到十二個 可以住民的人數 從一天四百八十人到一天 千五人到千八人 可以住民的工所 從十天變成四十天到六十天 國際三月第三天開始做 要去泰國 我應該去歐洲吧 那今天那時候要出國 可以在任務教加計的時間 要是鐵仔三天加三百 鐵仔四天加六百 鐵仔五天加修九百 那不想要去現場客人 也能讓你入院才來辦 那不想要嫁給一個鄉親 如果要辦好照 你可能就要嫁給我內心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